民间乡卫生所日前在工协国小 办理祖孙携手同乐 闯关游戏嘉年华 即严正筛检及胸部X光巡检活动 游戏内容有趣 卫生所护理长曾亚莲表示 像是借由祖孙投篮好心情的游戏 寓教娱乐宣导正确的健康概念 希望透过寓教娱乐闯关游戏的方式 让所有的大小乡亲们 都能够闯关游戏的过程当中 能够得到我们的健康资讯 那进而能够得到免费的健康拆检 健康检查 让我们的民众身体都能够健康 家乡里面在地的老化 那营造一个高龄友善的社区 县议员张家哲肯定民间乡卫生所的用心 在为地方民众的健康把关 也透过游戏 让大小朋友增加更多的健康知识 我们民间乡卫生所非常的用心 在这举办了一连串 这个祖孙吸手同乐的这个闯关游戏 在这个闯关游戏里面呢 他教了我们如何制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然后也跟我们讲了这个吸烟会产生的这个后遗症 然后还有来推广胸部X光的这个检查 我想这个对我们所有的民间乡的所有乡亲民众的健康 都是一个最好的把关 所以真的很感谢我们民间乡卫生所这么用心的 透过这个游戏的部分 让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增加更多健康的知识 县议员赖燕雪也肯定民间乡卫生所关心乡亲的健康 而透过筛检更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及早预防及早治疗 我们看到卫生所的一个用心设计 每一样的一个闯关活动都对我们的这个家里的亲子的互动 或是长辈的互动呢 都能够有很大的一个帮忙 透过这一次的筛检 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能够掌握自己的状况 掌握未来 做好预防跟准备 那么也谢谢民间乡卫生所这么的用心 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透过这个筛检定期的筛检 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未来能够预防做好治疗 也能够降低我们国家医疗的资源 民间乡卫生所设计祖孙闯关同乐游戏 增进祖孙感情之外 也提供严正筛检及胸部S光检查 为乡亲健康把关 希望民众也能做好定期健检 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更有保障 记者王水仙民间采访报道